听说,这里有办法能拿到2018世界女排联赛江门战门票。 我还记得,奥运会举办期间,几乎每个电视频道都是各种各样比赛项目的直播,看奥运会直播也成了我们一家茶余饭后的家常节目。 但我爸特别喜欢排球,每届奥运会都霸占着电视机只准我们看排球赛,对排球没有多大兴趣的我自然而然也不凑这种热闹了。 后来,因为一场当时很火的青春电视剧《四叶草之赤纱印记》,才知道原来是有沙滩排球这样的运动,肤浅的老阿姨因为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型男美女开始对排球有点好感了。 2016年,李约举办奥运会,老爸在吃饭的时候就一直唠叨,今晚要看中国女排的决赛,贴狼头,狼屏带队,看看今年能不能夺冠。 被洗脑和好奇心的影响下,我开始拿起小板凳当了一次中国女排比赛观众。 不看不知道,原来除了乒乓球值的中国骄傲之外,中国排球也是这么厉害的。 中国女排出色的球技,无论是发球还是快攻,篮网都是配合的天衣无缝,而且女排姑娘拼搏和不服输的精神把电视机前的我都感动了。 心情的起伏也跟着他们大起大落,为他们的得分而雀跃,为他们的失分而捏一把汗,看到他们最后赢得冠军,也激动的流泪了。 因为这场奥运会女排决赛,我开始知道雷郎平是谁,开始喜欢了朱婷,慧若琪这群女排姑娘,也盼望着自己有机会能再到现场看一场他们的比赛。 无奈距离和金钱的原因,一直无缘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比赛气氛。 可最近小编却得知了一个好消息,2018世界排球联赛部分赛程安排在江门,而且心心念念的中国女排要来江门打比赛了,激动的我马上去拼网速拼手速抢门票,可惜门票还是早早就卖光。 又在小编以为要和女排姑娘擦肩而过的时候,好消息又来了,嘉宝丽举办了一系列的线上有奖活动,只要参加就有机会免费获得嘉宝丽,送出的2018世界女排联赛门票,经过小编亲测游戏和梳立后,总结得出了如下结论。 我要抢2018世界女排联赛门票微信互动游戏。游戏超过200分可参与抽奖。 每日可抽奖三次,分享好友额外获得两次机会。 活动时间,5月23日至5月31日,为期9天。活动奖品。 1等奖,B集2018世界女排联赛双人双场套票。 2等奖,C集2018世界女排联赛双人双场套票。 3等奖,嘉宝丽,其定制紫砂茶具套装。 4等奖,二元微信现金红包。 5等奖,亿元微信现金红包。 扫二维码玩游戏。 原来,嘉宝丽是这次2018世界排球联赛,广东、江门,的合作伙伴之一。 比赛期间,嘉宝丽还在江门保利华体育中心场馆外设大量的产品展示区,场馆内设有色彩体验区和明信片游记摊位。 观众除了可以现场观看精彩的排球比赛外,还能感受嘉宝丽七色彩带来的乐趣,真的是一张门票多种体验,真是五超所值。 不说了,小编要赶紧去参加活动赢女排门票了。 2018世界排球联赛赛事看点。 未免冠军之战提前上演。 江门战是本次世界排球联赛中国区最后一个分战赛,男排包括中国、加拿大、日本及萨尔维亚,女排更是云集了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排名第二的美国,排名第二。 第四并斩获上届联赛冠军的巴西以及排名第五位的俄罗斯,可谓未免冠军之战提前上演。 而由郎平带领,朱婷领衔的中国女排以重装阵容出战,更是此次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 点开链接,参加游戏强2018世界排球联赛女排门票,跟加宝丽一起看比赛。